事實上昨天一開始 我並沒有打算要到現場 因為我是認為說 這個是由群眾自己本身自發性的 那我們譬如說有一些 可能到現場之後會被人家認出來 有時候可能人家會有一些情緒 我覺得這樣也不一定好 但是因為後來為什麼我到現場 因為昨天才錄影的過程之後 我跟不同意見的一些就來賓 有一些言詞上的交鋒 主要的交鋒點是什麼 第一點就是他們認為 從頭到尾的兩千人 兩千人 那都是同溫層 那個都是同溫層 那個動員來的 那我一聽我整個認住 為什麼我整個認住 我的臉書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有那種朋友是完全不問政治的 他到現場 他為什麼到現場 他說不是啊 奇怪了 你們就一條一條好好表決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你要有所謂的 國會改革之名 掩護你們立法委員 黑箱違憲濫權之實 然後還曾孝 把我們所有的民意 好像當著我們是白癡 我們都不會在意 我們其實都不會管 你們再呼嚕過去就算了 好像你們都沒有行為能力 都是人家叫你去一樣 對 所以後來我就 我就整個人就活起來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事實上過去民進黨八年之陣 很多人對民進黨不爽 我自己本身在相關的投票裡面 我也沒有投給民進黨 但是為什麼連這一次 連我都那麼生氣 因為你們竟然藍白把所有 這個認為你們藐視民意的聲音 視為是綠營 動用他們的權利 然後讓這些所謂的側翼 站出來 不是耶 這些人是側翼嗎 我後來走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我才過一個馬路 遇到一個年輕人 結果這個年輕人 我戴口罩 他馬上就認出我 然後他跟我說 惠正姐你也來了 然後我就 對 我也來了 然後你知道那年輕人 哪裡來的嗎 花蓮 他說他在花蓮念書 然後他就自己上來 上來之後 他說我就是後來 回去了一下洗個澡 我以為他家住台北 沒有 他是花蓮上來之後 參加了一整天 在附近租了一個Hustle 然後回去Hustle洗完澡 馬上要衝現場 我就說你為什麼會 特別來到這邊 他說不是 為什麼他可以 這樣子黑巷作業 為什麼他們可以不聽民意 為什麼他可以把我們 這些人的意見 視為無誤 所以他就說 他們藐視民意的程度 讓他們覺得很生氣 就是說他以為 在議院裡面 他們是多數 所以多數可以碾壓少數 但他知不知道 整個事實上 支持這些民進黨的委員 在現場的票數 事實上是比你們藍白 加起來還要多 不管多或少 這些立法委員 在現場就是代表的民意 你怎麼可以把這麼多的民意 視為無誤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午七點半給你清水吧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